影響的衝擊是很大的 他想減排 可是剛才我們看到 放的影片裡面 每個國家代表 其實都是外交人員 他不是環保人員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憲鴻雄講的 文廠先校正 這就是先校正 每個人大家把我們的 對方先修理一頓 但是中國大陸內心想不想減 他當然想減 他的火力發電占80% 他的燃煤占 他的人員消耗70% 現在降低了70% 所以他也要改善他的環境 所以他想減 但是我要減 我不能讓你來規定 我減多少 我有國家的一個主權 而且我要符合我的國情 所以現在每個國家 有每個國家立場 你現在看到的 都是每個國家 為了爭取他的利益 在外面校正 喊我的籌碼 但是實際上 他心裡有數 每個國家都怕 氣候暖化造成他國家的 傷害 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有錢 要改善環境 要去減緩 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想這是他的國家的目標 我想請問劉主任 您來看這個中國目前他在一個經濟發展 跟一個環保的一個要求之下 你覺得他目前已經找出他自己一個定位了嗎 我覺得他的確有 其實中國我們說這個污染 目前污染還是世界最污染的國家了 那是沒錯 不過你只要跟中國十年前的中國去比 他環境已經是好好多了 那更不要說這個2008的那個世界運動會 奧運 他那個北京的那個空氣的質量的提高 提高恐怕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那自從那個以後 人民對這個空氣的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 所以其實中國他也受到他本身人民的 對這個環保的要求 那個壓力很大 我也覺得就是說 我們回到這個二氧化碳的問題 剛才講說我們這個外交官爭吵非常厲害 那經濟問題也很厲害 那大家當然是會有一種悲觀的感覺 可是不要忘記 現在世界上的輿論 那個人民的盼望 是絕對要求這種哥本哈根的這個會議 不能夠空手而回 是 我們來看 就是剛剛說到 其實中國的排放量是非常的大 但是它所造成的環境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 剛剛老師認為說 其實跟十年前相比確實有改善了 但是它現在所看到的狀況 其實它的污染問題還是層出不窮 我們再來看下面這段報導 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 空氣和水污染等問題 不只出現在沿海城市 現在連原生態區的大西北都傳出問題 西藏技術領袖達爾喇媽呼籲 雙方針對西藏惡化的生態環境進行對話 中國工業導致的生態污染在開發大西北之後越來越嚴重 今年8月陝西省鳳翔縣的小村莊陸續傳出近千名孩童出現智商以及發育持緩等問題 最終調查發現當地的新煉野廠排放有毒廢水及廢氣造成孩童牽中毒 但是不是勒令工廠停工 切強勢地決 可能就是2100個家庭失去了生活來源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鳳翔原本是貧窮的農業縣 但東領集團設置煉野廠後 每年上繳的稅收超出1億多人民幣 為了環保要趕走財神爺 當地縣府陷入兩南 最後裁定是居民全體千村 工廠卻持續經營 這類的環保問題不斷在中國各省重複上演 讓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現在更擴散到周邊臺灣 在春東兩季的東北季風期間 臺灣大氣沙塵濃度比平常飆高了七成五以上 還夾帶大量的鉛等有毒物質 對臺灣居民健康形成威脅 而在金門 中國飄來的深污染 問題更嚴重 致癌風險高出10倍 以目前濃度持續暴露70年 在金門所受到健康傷害得肺癌的機率的話 會是我們容許值得10倍以上 中國的環保問題還影響到兩岸關係 今年8月 中國贈送組合屋給屏東災民 卻傳出甲醛 含量過高 一度遭到災民拒收 讓中國很沒面子 如今中國對國際定下了排檢二氧化碳等環保目標 但能不能落實 卻依然是個大問號 好 我們再來看一個詳細的資料 中國的污染情況 在2008年的時候 全球的CO2排放 較07年是增加了6.71億噸 四分之三是來自中國 那2001年以來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增加了一倍 在2007年世界污染最嚴重的30座城市 中國有20個 在2007年的每年46萬人死於空氣跟水污染 還有在2008年的時候 四成五主要核川嚴重污染 再看到環境污染損失是1000億美金 那我想請問一下社長 我們看就是 其實中國真的太大了 它雖然污染改善了 但是其實它的污染還是非常的嚴重 你怎麼來看就是面對這樣的污染現象 政府 他們中國 中國政府現在 它的重心的一個擺放狀況 我不會用改善去形容中國環境的問題 我們只能說它沒有像過去10年 如果用decade這樣來比較的話 沒有像過去10年這樣 往下這種環境污染然後嚴重的程度 往下的速度那麼快 也許那個速度被拉慢了一點 可是我認為今天中國的污染問題 還是在往下走 不是改善的那往上走 我覺得也許那個slope比較沒有 那個斜率比較不是那麼斜的 那它的情況 我舉一個例子就知道說 未來它很難解決問題 不久之前我們知道那個毒奶粉事件 三聚氰安這個事情 在11月的時候 它的法院做了一個宣判 宣判之前 宣告三聚氰安那個山路公司破產程序 進入破產程序 而且也就是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沒有任何錢可以賠償給被害人 這個 你從這個例子 這麼明顯的受害例子 都拿不到賠償 從這個例子你就會看 中國廣大的這種 因為環境污染 然後過去我們在台灣還可以看到說 違場判賠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 中國的這個 它的法院也好 它的體系是專制主義 所以基本上他是認為 開此一口他永無寧日嘛 所以他乾脆就 第一他先把那個那個山路的老闆把他槍斃掉 把他殺了 殺完了以後這公司倒了 倒了以後沒得賠 就結案了 你知道 他準備這樣結案 那個有六個人死亡 有三萬多個家庭受影響 他也照幹 那現在他們的律師很努力 想要申請國賠 說我們如果判賠出來的錢 這個公司沒有的話 我要找國家賠 我認為一定到最後這個案子 會被米平 這個米平 因為中國國家絕對不會去國賠這個事情 它的外匯存體那麼多 我其實稍微清算一下 那些錢拿來賠償 多年來的環境難民 我看都不夠 也就是說 中國今天所賺的外匯存體啊 拿來賠他的環境的災害 以去真正去改善他的環境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 當然我就認為胡錦濤深之此事 所以他也會希望說 我中國再怎麼強 我也希望你美國給我 給我資金 給我人力 事實上美國已經在這個地方上 水污染的問題 或是很多環境問題 他們用NGO組織投入這個多少年 多少錢 日本也投入了嘛 大家都知道 你自己不搞的話 我們只好NGO到中國去搞嘛 這個 這也是事實嘛 那所以呢 中國當然知道 不能憑他的力量去克服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一開了以後 老師說他怎麼擋得住 他擋不住這一些問題嘛 能源他又匱乏的國家 他樣樣都仰賴這個國際的社會 但是我認為美國也好 歐洲國家也好 他們其實布了一個局 希望中國跳進來 然後如果你在政治上 或是這些東西 你有其他意見 起碼你在這個減碳排放上面 跟大家做Behave yourself 你至少要搞得對 那大家就 現在在談判就是說 好 如果你中國真的願意走入國際社會上談判桌 大家也願意去做啊 我認為中國那塊太大了 所以不能讓他倒 也不能讓他的環境啊 到最後他變成是環境流氓 這個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其實某種程度 我認為這場會議啊 歐巴馬啦 或是剛剛我們看朱立文啊 其實蘇利文 我看常跑中國 他旁去都在說服他們 你一定要回到這個桌上 大家一起拿同樣的筷子 同樣的碗 來開始吃這個環保的飯 這個大家其實是很期望很高的啦 我認為會成功 也是歐巴馬 也很奇怪啊 歐巴馬去了中國以後 這個中國馬上跟他在這個 一起宣佈說我們都會參加哥本哈根 不然的話原來哥本哈根如果缺這兩家伙 這個不曉得要開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來 然後我認為美國責任很大 美國一定要拿出錢 拿出能力 拿出所有的技術來幫助其他的國家 做好減碳的工作 我想請問一下所長 那您怎麼看呢